我們常常聽人說要把這個孩子做十六 男生是叫做出家母宮 男生叫做出家母親 然後在這次來呢 就是鼓勵的齊過齊齊 也就是我們說的親牛媽師 在臺灣民間會拜親牛媽 保備孩子平安到大陣 穿這個圓雞水粉 這個油飯 還有雞酒來拜親牛媽 其中一次的一項最重要的 就是這次當中會使用到親牛媽庭 在六天呢 這個親牛媽庭是貨罪親牛媽丹 現在大部分市民上都是用印刷 在這裡是用招奧的比較多 不過在六天呢 有一個九十幾歲的阿嬤 堅持用手工做親牛媽丹 住在客人來的人都會來改喚吐 既六七月齊齊是親牛媽生 臺灣民間有拜親牛媽的十歲 有保備孩子平安大陣的藝術 民眾會穿紅樓 糖粿 油飯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親牛媽丹 這份市民上都是印刷 用招奧的親牛媽丹比較多 在中華六天有一個九十二歲的 甲比環阿嬤 堅持手工製作 才問路的人也全工來教官 像阿嬤這個 都是自己手工年的 比較不一樣 那家來每一年都有拜 對對 每一年都有拜 全工來教官才拜 對對對 甲比環阿嬤表示做一支親牛媽丹 要先拔滴味 又要一步一步增他 真夠工 過去生理等候在親牛媽生的時候 可以做很清潔 但是時代改變 加上小組化拜親牛媽的人 越來越少了 但去處不定 代表的親牛媽丹 因為是在家做的 不會完全化掉 過去面上洗擺 他把親牛媽丹 還給他刷過的親牛媽丹 但去處不定 代表的親牛媽丹 上親牛媽丹 這次因為生活沒有改變 這件孤雷也已經到達了消失了 記者 雍蘇婷 中華報道